第三 他说某些同修只在台湾善果林 接受为期一周的弟子规 私自培训后 就在道场开讲弟子规 但本身呢 你以品格上 却无法落实圣仙教诲 为众人所诟病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学了弟子规之后 到处就讲弟子规 不能用老师的身份 要用学生的身份 就好 为什么呢 讲的变数多了 讲总是劝别人 劝别人同时也劝自己 讲的变数多了 真正讲上个 千遍 两千遍 三千遍 自己全做到了 自自然然 不知不觉的都做到了 所以决定是学生身份 我们出来讲经 李老师就叫我 在讲台上是学生 下面听经的人是老四 是建设 这就对了 我在上面学习提出这个学习的报告 请大家的时候来指教 请大家来帮助我 来帮助我改正 这样的心态 永远在学习 你会有成就 所以我早年讲经的时候 说过多次 人家说我喜欢讲经 我说我是练习 我是在学习做报告 我不会讲 所以我天天要讲 我曾经说过 我会讲了 我就不讲了 不会讲才要讲 会讲讲他干什么 如果是一老师 法师才都去讲的 那个问题解决 你自己没有学得好的时候 你教别人怎么能教得好 所以我自己的时候 没有学得好 天天讲我是学生 我在这学习 不好请大家来指教 来帮助我 我慢慢来改 这就对了 这个是自他通通的理 今天就告诉你 你们这些小弟 你还是他给鸟 火车 炸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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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